以下节目含粗言谓语, 只适合成年人收看 18岁以下人士请在家长陪同下收看, 敬请留意 好不容易赢啊 这样也可以 嗯 吃不吃得啊 辣人手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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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 就是比阿琪吃了兩口食物 我叫她吃多一點啦 你 屌你 我說不用這樣 她說先拍了東西吧 她的工作心態就很緊張 讓她說兩句看看一些東西 你覺得今晚暫時的東西 隨意說兩句 隨意說 你看你有什麼意見 暫時我覺得看飯是最好的 飯是最好的 OK 其他那些我覺得跟外面那些差不多 外面差不多 OK 我的手足 阿琪美食推介 就說這個飯 今晚的飯最好 這飯 我說過了 廚房四大飯 阿琪聽過沒有 揚州炒飯 星洲炒米 肝炒牛河 肉絲炒麵 最難做的 揚州炒飯 這碟飯你以為最好 那你真的要跟我吃多次四大法人才行 我看到這碟飯 我看到這碟飯 看了它濕到它的臭階 你看到那些東西 首先用新鮮飯來炒 都不要緊 新鮮飯也有辦法炒得好的 我看到 這碟飯 這碟飯 但一九塊 這碟那幾塊 你沒有看到 要看到 吃一九塊 那我跟以前在銀行館那集 吃個香乾炒飯 我就不斷在操 說owie 大家都都在操 那我就說好像小年秋灣 和阿花、穆蘭和阿嫂在銀杏館吃飯 大讚了花薯苗 阿奇記得嗎? 很好吃 但這個飯 怎麼可能告訴你 我要慢慢教導你 我不會用老師去調你 濕冷度 還有很多汗 沒有一種爽 通透 靈性 通爽透 都做不到 你看看 炒烤 還沒爆透 白色 不是白色 是白色 爆得不透 出不到味 你明白嗎? 有些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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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敗不入形 就是 很多山菜 不用加 但不用那麼多 山菜 在炒飯裡 那個 咬口 會變成 味道 還有 炒飯 要有的炒飯味 其中我經常說 什麼是炒飯味 我經常說 什麼是炒飯味 我經常說 由 Season 1 到現在 Season 2 拍了百多集 炒飯味 就是炒飯味 炒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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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虛幻 不要跟我說 三樣東西拆開 都不能成為炒飯味 混在一起炒飯味 就有炒飯味 有很多质素, 你问我, 不好意思, 叔叔, 你真是不要介意 今天的酱餐, 真是的 饭卖上炒饭的浅度, 开始糊, 不成形, 不成形 我希望, 找到一间好的炒饭给你吃 为什么我们炒饭最难炒呢? 有时候, 煮饭的年轻, 煮得不好, 湿了, 才会神仙难变 有时候, 叉烧没爆得够, 或者坐着手, 落少了葱, 整件事又不相同 或者, 整个锅, 一口炒两碟, 炒三碟, 又不相同 所以, 变化就很难大, 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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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的饭是最重要的 所以, 这些饭的质素不能得的话, 师傅几等高都没用 我们真心教, 有个手足, 阿Ken 他就, 招生去上班 他近日就发现了一档, 熟食档 他就, 熟食档, 三十几档, 他出去吃饭 那时候, 我服了你 他就说, 没什么东西, 我一个人慢慢走过去吃 很热的, 大佬 三十几档, 在一个无奈的地方吃热东西 他就, 每个星期去一次, 就吃四大发明 他每样东西都试一下 结果, 他每次拍照照片我看的 我都说了, 炒饭最难做 最容易在肉丝炒面 为什么呢? 只要它献收得好 不要太大, 不要卸水 其实就一定是漂亮 但是, 其他那些炒饭, 炒米粉, 干炒肉 那些, 通爽头是必须做得到 而炒饭是最难掌控 因为, 米粉和河粉的质素 上下偏差, 就没有饭那么大 饭一濕, 一濕了, 一炒不透 就是这样 这些就是正宗炒不透的模样 我可以说, 四大发明的其中 这些是她算专家 以前做小才, 到大路教完之后 它进去炒下偷茶 pox也不��认 特浅粉 Instrument 就是山ysics 別的, 去 courts有 purpose 刚开始嘓炒蠕 提到阶底再吃多一些等一下 等等, 再谈一新结味 再谈 implies 好嗎? 稍後再說 好了 吃飽飯 阿奇說裡面很吵 總理的Ending不要在裡面拍出來拍 埋單470元 5塊錢 又不算很貴 你問我質素很普通 純粹是吃懷舊 做紀錄 整體來說 雞的質素不夠路邊雞 為什麼我會選擇 這裡的東西不是全客家菜 其實它已經不可以當它是客家菜館 自從80年代 90年代那段時間 老闆不說長先生不做之後 它已經變了種了 只要當它是普通的屋邨菜館吃 但是因為它有幾十年的名氣 就叫做吃下 客家菜館我其實心裡有一間 我想先隔一隔 先隔一隔 我才會去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我來這裡應該要拍鹽焗雞 炸大腸 梅菜扣肉 你吃不吃這些東西 全部都吃 好 好 客家菜館就如你 好 我就找了一間 心目中想去拍 有什麼錢才說 我想回剛才賽裏面 上次大院裏面我都有說 我有個中學裏面有個教中士的老師 我們族有阿Fred 他會知道 他叫譚重壽 他有教我們中士的 也有寫中士的教科書 整個人都在裏面吃飯 我一看回想起 阿譚sir 現在怎樣呢 你還是不是在呢 有時候走了沒有 你還 嘩 好爛的 你好爛的 黑棋在那笑 你這個爛的 他扭著藍牙喇叭 捏在頸上 不要緊 這個設計 他說 事問誰能未發生 你聽過 好爛話熟 好 這樣吧 譚重壽 當時始終大院的節目不是我 我不說太多 我對譚sir這樣說 譚sir給我看 是很神經質的 不要理他現在還是不是在世 就當他在那 他怎樣呢 他選中士 例如說的 漢高祖 說的 唐太宗 其實 六川六十三 包括了單頭 和六川一 全齊了 所以 如果你買過關PACE 千萬別買六川六十三 如果你買連益位置 才買六川六十三 我們整班同學都呆了 你明明在那裡講得住 趕倒馬 有一次 不知道為什麼想上課 有個同學就回答 你那次三川七、四川十五 然後譚Sir就發了瘋 你倒馬啊你 不是呀 阿Sir你之前上次講的 他又不記得自己講什麼 而且他很神奇的 有時候會無緣無故選擇 選擇人的功課 接下來這次的功課 你們一定要交 不可以不交 如果不交的話 你將來考會考 如果計算錯分 要上訴 要查卷的話要跟他 是他講的 我是不會幫你簽名的 所以這次的功課 其實他是一個很普通的功課 他會突然爆了出來 還有他最喜歡 例如阿琪是學生 阿琪你不要說謊 你要知道 是很嚴重的事情 他很喜歡的 他很喜歡說cheting 所以我們 我是在中史裏面 學到這個 vocabulary cheting 所以 我記得有譚先生 阿譚Sir很過 他經常在蹲打 我還是允許 我曾經是我 我已經有20多年了 5分4多了 希望他身體健康 這一集我又玩了這一集 多謝阿琪三十多度出來 因為一走出來 哇 真是很懶惰 阿琪現在去做 跟暖南俊阿琪去做運動 我回家 現在是九點三個字 今晚凌晨四點 七個小時之後 我跟阿喬出外景 大家到時會猜到 下集見 拜拜 我們剛才拍完租養飯店 就走回去地鐵站 我經過這條路的時候 我就跟阿琪說 這裡有件事 有什麼事呢 就是我們床把夾春袋裡 有一個主持 不是我 如果我說謊 我就不得好死 立刻斷拚招 那不是我 在這條斜路裡 你猜阿琪你覺得他做了什麼 他在那裡玩車震 冬天來的 在上面有車震 OK 現在就是打特閘 中出 中出車震 在上面 那是誰 沒想到我 我是不會說的 但是 做人摸的就是 爆一點點 全世界都震了 然後我又不會說下去 大家看看是誰 中出車震 那我就走了 拜拜 又來到香港馬照跑的時間 等一下跑一場是摩852贊助的九龍皇帝杯 是1800萬的賽事 立刻看看我這場深水的馬仔 我自己就看好四號的帝女花 這是長勝將軍 跑到贏了 另外六號仔的馬壇 神聖小學雞 都不用忽視 分分鐘快過豬肉佬那隻這麼老的馬 咦 所有馬仔進入閘了 準備就緒了 一開閘的時候 放頭去豬肉佬 接著有那隻黃腳立 之後是帝女花 龍虎武師 小學雞 石油氣仔 每隻馬都馬不平提 不容有失感 轉入這個爆炸彎 黃腳立扣了 想由外攤 由內閃進去 但被龍虎武師失主的位 真是老馬有火 石油氣仔 因為附綁過重 就搞到大墮後 進入最後的直路 還有幾百米路程 豬肉佬開始發軟題 黃腳立馬上來 外攤的還有石油氣仔 小學雞 起勢地追 龍虎武師首先衝過終點 帝女花和石油氣仔 兩隻馬叮當碼頭 看來要看慢鏡才知道 喔!看到了 龍虎武師後勁有力地衝過終點 石油氣仔拿第二 帝女花雪馬鼻只有第三 玩策略 鬥速度 靠走位 香港馬召跑卓上棋盤遊戲 178元 一次過體驗 立即上store.mihk.tv 選購 不想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 快點上來這個網址 付費之後 可以重溫我們精彩的節目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讚好我們的Facebook專頁 你們的支持對於我們來說 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想要支持我們 mihk.tv 持續發展的話 歡迎大家捐款來到 我們mihk.tv 持續發展基金 我們會製作更多更多精彩和高質的節目給大家 謝謝啦 謝謝啦 再見